许久没见的冯孝刚和徐帆夫妇突然来了个大新闻 被网友爆料说一家都在美国 64岁的冯孝刚曾经指导过非常多的贺岁片 可以说是票房的担当 冯孝刚与前妻张帝育有一个女儿叫冯思雨 后留学美国纽约电影学院 她的现任妻子是女演员徐帆 两人于1999年结婚 没有生育 领养了一个女孩名叫徐朵 在该网友的视频里冯孝刚和徐帆 两人在豪宅门口送别朋友 旁边疑似还出现了养女徐朵 两人都穿得非常的朴素 尤其是冯孝刚还穿了一双非常简单的拖鞋 至于是像网上说的陪读还是在美国定居 咱就不知道了 随着润话题在大陆持续发酵 有网友发现冯孝刚清空了她自己的微博账户 显示暂无内容已经看不到她之前发过的任何动态 微博大V伟官28日在微博晒出了冯孝刚 在美国的豪宅 并配文说冯孝刚自于崔永元因首级二引发争执之后 就一蹶不振 后来两个弟子吴亦凡、李一峰也都锒铛入狱 他就彻底心灰意冷 金盆吸手远离电影圈 带着老婆去美国养老了 这些年冯孝刚、徐帆一直没啥大新闻 冯孝刚也没有了当年小钢炮的炮轰架势 一直都是在低调做人 资料显示冯孝刚已经有两年没有指导 去年曾经在中犬八宫中有出演 妻子徐帆年初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又在六月份出演舞台剧《阮玲玉》 仍活跃在演艺圈 两口子上一次同框是2019年 当时还没有疫情 一家四口合体为徐帆庆生 别看冯孝刚这些年没有什么工作量 其实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先来看冯孝刚在美国的豪宅 冯孝刚在美国就有两套 第一套是2014年花了500万美金购买的 位于洛杉矶比弗利山庄附近 当年是价值500万美金 这套豪宅面积不小 有游泳池、花园、周围还有树丛遮挡 私密性非常不错 第二套的位置不详 据说是花了600多万美元购买的 冯孝刚的这个实力还是杠杠的 不过还是那套北京的大豪宅让人羡慕 据说当年是花了8万多一平 购入了北京世贸天街附近的豪宅 面积少说也有500多平 当年就至少有4000多万人民币的价值 现在翻倍都不止 这套豪宅于2016年在节目当中曝光 冯孝刚的豪宅里的房间数量不少 而且面积都很大 可以说是很有这位大导演的风范 不仅是富士设计 而且豪宅中间还有一个天井 里面种满了植物 像是一个迷你花园 客厅更是非常的大 墙上柜子上也都是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其中有一幅被扒了出来 名叫圣山的画作价值2070万 据说冯孝刚光是在2010年的拍卖会上 就花费了5000万元购买艺术品 也就是说冯孝刚收藏的这些艺术品的价值 已经远远高于房子的价值 除了冯孝刚 许帆夫妇之外 张艺谋日前抛售无锡豪宅 随即被疯传移民美国 而陈凯歌导演则是拥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从我言之 富人的生活小老百姓管不了 人家去哪里生活也管不住 希望他们不要身在美国 还是每天天朝最好 美帝万恶就好